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秒飞食物,我是飞哥 这道菜已经有粉丝点了很长时间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好吃 前提是要挑选好食材 我这里面有一条河里鱼,还有一条好后 这条好后下期我们来做 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吃它 今天去市场买了一条河鱼 做这一道菜呢,必须要用河鱼 这条鱼刚才在市场还是活的 回来就有点死翘翘的感觉了 这条鲤鱼呢,跟别的鲤鱼有点不一样 它的头往下勾的 一般的鲤鱼呢,都是平往上 这个鱼鳞经过监制了之后 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不要去鳞 从头这里往下一刀 割下去 这里也给它割下去一刀 开始拔它的鱼馅 从这里开始抽啊,看啊 一边趴一边抽,它就很好抽了 这一条是鱼筋 这一条都比较新一点的,要把它抽出来 这一条就是龙筋了,鲤鱼就是龙 龙筋啊 这一边也是一样的,这里下去一刀 这里下去一刀 金是在这个位置 这一条鱼线是在这个位置 用指甲把它抓住一点 然后用在鱼的身上拍,边拍就边拉 这个就是腥味的来源啊,把这一条抽了就没有那么腥 这一条鱼已经处理干净了,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点生姜,切片 这个是拿来煎鱼用的 这个是酸姜 也把它切片 这个是拿来焖鱼用的 泡椒 把它切成菱形段 这个是提味的,让它有点辣 青椒 从中间切开 把里面的纸聚掉 这个影响卖相的 从中间这里再切上一刀 切成菱形片 这个蒜梗,斜刀切 这样才方便煮熟 蒜叶切成长段 想知道我平时做番茄瓜是怎么做的吗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其实很简单 刚才是从这里开始往前修的 这个是后面收尾的 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 接着 一直卷啊,卷啊 卷到后面的时候,它就开始像一朵花了 看,完美的番茄花 玫瑰花就出来了 看,这两朵花 两朵番茄花就出来了 番茄对半切开 中间先两刀 这边再切一刀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番茄块了 切好备用 这一个就是我们制作羊瘦啤酒鱼的所有的配菜 锅里面烧油 把油温烧至冒烟 再下入铝 鱼 要把姜放到鱼的肚子里面去一起煎 放在外面的话容易浓锅 煎至一面金黄之后 翻个面 再煎 煎到两面金黄之后 把鱼扒至锅边 下入泡椒泡姜 倒翻一下 再加入一半的番茄 留着一半后面再放 然后把鱼推回来 从锅边淋入一瓶啤酒 忘了告诉你们了 这个是八三年的啤酒 里面豆瓣酱已经很咸了 而且这个姜和泡椒都是咸的 所以就不用放盐了 加一点糖提鲜 鸡精一勺 胡椒粉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再加一点老抽 调色 盖上锅干 小火焖煮十分钟 加入最后一半番茄 配色的青椒 这个青椒它的味道是非常清甜 焖个三分钟 最后加入蒜苗 再焖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喽 出锅了 这个啤酒鱼就做好了 把它放到砂锅里面的目的是 给它保温 家里面如果没有砂锅的话 可以不用 直接倒到盘子里面去就可以了 允许我要一个封面 刚才修出来的番茄花 我拿来做做封面 其实最好吃就是这个鱼鳞 它经过煎制之后 然后再红烧出来 这个味道是最好吃的 像这个鱼鳞是最好吃的 千万别扔了 这个超级好吃 鱼鳞 鱼鳞是最好吃的一个位置 第二个好吃的位置就是鱼鳞 这个鱼鳞也是超级好吃 很入味 绝了 想吃吗 想 鱼鳞好不好 嗯 还要吗 要鱼鳞哦 这个绝 这有没有吃吗 姐姐来一个 你猜看谁吃的看 爸爸 吃鲤鱼 吃鲤鱼的话 一定要大人 来给小孩家吃的 不用让他单独吃 单独吃的话是很有风险的 因为鲤鱼的鱼翅还是比较多 最好是螺菲鱼 今天本来是说要去买螺菲鱼的 没有卖 妈妈 爸爸我还要吃 还吃要吹 没有 嗯 那什么啊 你们能聊一人一口 嗯 真的太好吃了 你又不给爸爸点赞 你又不给爸爸点赞 点赞 正月 看一下我们 怎么乖啊 这鱼囊上面的肉呢就是 没有什么小刺 吃的比较安全 被取向的肉的话要注意一点 这个鱼要下饭打点完饭 这一条鱼呢是非常有食欲 特别下饭的 就是小孩子吃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鲤鱼来说它的小刺比较多 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